接下来资料整理完毕 那下一步我就想要进行到资料的分析比较 我要跟你们分享日后这个资料 其实它已经变得非常简单 让你做分析 可是在2013那个时候 快十年前的版本 它还是希望你写韩式 所以它这边提供了一个叫做 先把资料范围变成表格的动作 我们现在就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资料范围变成表格 也就是资料表的计算 这是在以色列2013 它是希望各位来去使用 麻烦请将游标落在这里 随便任何一格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动作 就不要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表格 这也是一个表格 这是一马步 这个是资料表 好 游标点在任何一格 第二行用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我现在选这个表格样式 浅色14 接下来它就会问我们说 这个资料表有没有标题 这边它已经帮我们打勾 是有标题 因为电脑它是透过一个判断机制 当这一个标题 全部都是文字类型 不会有其他 你请问一下 行ID这三个字是不是文字 是的 这都是文字 那请问一下 这右边这个是不是也是文字 销售了三个字是文字 标题列有这个特色 从头到尾 每一个格子里面的内容都是文字 好 那记录就不是了 记录可能有的是日期 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数字 这个叫记录 这边它会自动打勾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这样就做完了 这是格式化为表格 我建议各位把表格的名称 它自动跑出来的资料表 工具设计表格名称 麻烦不要叫表格一 当你在定义第二个表格的格式化为表格 它就叫表格二 表格三 表格四 这样子的话你记不住 建议这个叫做订单 也就是说 这一个原本以前我们叫做 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叫做订单 所以一 游标落在任何一格 二 常用三 格式化为表格 四 随便选一个 然后接下来 记得不把表格名称改一下 就做完了 接下来资料整理完毕 那下一步我就想要进行到资料的分析 比较我们现在就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资料范围变成表格 麻烦请将游标落在这里 随便任何一格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 游标点在任何一格 第二 常用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我现在选这个表格样式浅色14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这样就做完了 这是格式化为表格工具设计 表格名称建议 这个叫做订单Enter 所以一 游标落在任何一格 二 常用 三 格式化为表格 四 随便选一个 然后接下来记得五 把表格名称改一下 就做完了